你好 两位美女 你们一共消费一万九千八 你们看谁买下单 我来吧 你们谁买下单 这样吧 等下呢 我们再点下菜 等会一起结 就是就是 等一下一起结嘛 好嘞 那你们慢用 佳佳 我们好久没见 想吃什么呀 随便点 我请客 好啊 那这个这个这个 把本店特色鸭翅给我来一份呗 行 你干嘛去啊 你放心 我不走 我要去趟洗手间 你好 美女 你点的鸭翅 咱姐呀 吃得怎么样 这个鸭翅吃起来肉质紧实 满口流香 还挺好吃的 那当然 还剩这么多 怎么办呀 那要不你打包 打包好 打包好 行 你先吃 我去买单 老板 我有四 我先走了 等一下 我能朋友买单 哎 好嘞 美女 请买下单 好啊 鞋带开了 哎 我帮你去 宝贝 今天着拢这个项目 我一定给他拿下 相信你哦 老公 加油 必须的 走 哟 这不是你前女友吗 亚洲 弟妹 当年嫌弃我能力不够 跟我分手 现在不还是找了个吃晚饭了吗 哈哈哈哈 老宝 我们走吧 哎呦喂 不就怀个孕吗 连个包都拎不动了 你 你什么你啊 我告诉你 我男朋友可是卓士集团的总监 说话要说全一点 是执行总监 哦 对对对 执行总监 等你卸了货 说不定让我男朋友能给你介绍一个小厕所的工作呢 哈哈哈哈哈哈 你确定是卓士集团 怎么了兄弟 你不会连卓士集团都不知道吧 这不是王副总吗 哎 王副总好 卓总你在这儿啊 好不容易找到你了 你看咱们公司的新产品 你尝一下订个价吧 哦 卓总 这两头是和咱们公司谈合作的石总和石派 好 我知道了 好 走了啊 原来您就是卓总啊 刚才的事情啊 和您开玩笑的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别生气啊 原谅我一次吧 你给我炸她 回来了 做饭了吗 我今天腰有点不舒服 等我做行吗 我上班累一天了 回家连口热壶饭都吃不上 你媳妇这不是怀孕了吗 不是 谁没怀过孕呢 你看她这 不是腰疼又是腿疼的 我妈当初怀我的时候 还下地干冬火呢 哪下你这么矫情 老婆 儿子 啊 你把厨房那个油桶拿回来 哎 好嘞 起来了吗 放哪儿 抱好 抱好 对 在这 哎 对 就这样 下一次 来 转 啊 干嘛这是 不是你说谁没怀过孕吗 你没怀过孕 这次啊 就让你尝试一下 怀孕的幸福 嗯 好了 说饭去吧 去 快点 你这边磨叽什么呢 这都挤脸呢 你不饿啊 我孙子还饿呢 啊 马上马上 吃过吗 吃过吗 我吃完了 你呀 赶紧吃 吃完了 把碗刷一下 之后 去楼下 取个快递 哎 刷完的时候 小点声啊 别吵醒了我儿媳妇 我去睡会儿 妈 我这个样 我还得洗碗 我拿快递 你 不就是怀过孕吗 什么都不能干了 快点 哎呦 我得骂你 买什么呀 买这么多 这个呀 这个呀 是我给他妈买的干吃面 妈 你尝尝 好 哎 妈 快让我歇会儿啊 妈 媳妇 我知道错了 我不该这样说你 我可知道这怀孕的辛苦了 你知道辛苦了 妈 这才一天呢 你要知道你媳妇 还得忍受十个月啊 十个月之后 她还得忍受 骨开食指的痛苦 孩子生下来之后 对你来说 只不过多了一个人喊爸爸 可是对你媳妇呢 这是她一辈子的责任和枷锁 才趁得起这一生妈妈 她嫁过来 为咱们生儿育女 咱们就应该用一辈子来疼爱她 呵护她 遥遥皆白的树枝 花雨满天飞扬 两行滚滚泪水流在树下 妈 这么着急叫我来 什么事啊 我给你包点水酒 你拿回去吃 不用不用不用 儿子 我找你有点事 我想给你借两个钱 等粮食下来 我卖了钱再还你 不是 妈 我在这边情况也不大好 你要多少钱啊 妈 你来怎么也不回家呢 儿媳妇 我就不能跟你上去了 唉 我是有事求你们的 你爸呀 前段时间出去打连空 把腿 家里拿点钱 要花个差不多了 现在 只能在诊所里 打个消炎要维持着 所以 这几天呢 这几天呢 不是 不是 我 不 不 不 你 在一个大海 好嘞 燕王 你这是干什么 我妈这么大年纪了 还让她给你取快递啊 妈在家什么活不干 我让她帮我取快递怎么了 还怎么了 我把我妈接过来 是让她想清福的 不是让她替你干活的 你是真不懂啊 还是装不懂的 咱妈刚来大家的时候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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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子 这是什么呀 妈 我知道呀 你最爱吃小面包了 这我专门给你买的 鲁丁小面包 你快尝了 行 对了妈 你儿子呀 说我乱花钱 以后啊 不让我给你买零食 你这小子 你怎么挑拨离间呢 以后 燕子买的零食 你一点也别想吃 妈 我错了 那我吃一个吧 不给吃 诶 这是 这是小子如花呢 小冉 你记错了 这个是我老婆 如花是我前人 小子如花你好 我是杨阳哥的发小 小吕来了 进来坐吧 哎 阿姨好嘞 哎呦 阿姨 你可真是越来越年轻 越来越有气质了 对了 小儿子如花 你去给我接杯水 不要冷的 不要热的 要温的 刚刚好的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叫燕子 燕子 哦 小姐 这是我儿媳妇买的干吃面 你尝尝 谢谢阿姨 对 杨阳哥哥 人家今天刚做的美甲 不然你把人家打开 你还是像小时候一样爱美啊 杨哥对我可真好 杨哥哥 我对方要嫁给你了呢 哎 小蕊 我记得你和小杨是同岁呀 他现在有孩子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重家呀 阿姨啊 结婚可是终身大事啊 上次杨阳哥啊 想要娶那个小地方来的如花 我就不同意啊 你看现在杨阳哥事业有成 是多少女孩子梦寐以求的呀 我呀 要找一个像杨阳哥这么优秀的呢 真的 是吗 那当然了 我要是找了一半呀 一定要像找杨阳哥这么优秀的 你的绿茶 杨阳哥 我看这如花一身吐气 浑身荡下哪里配得上你呀 他又不像你 学历高 工作又好 他整天就知道在家带一个孩子 穿得拉里拉堂 燕子 你为这个家 为小宝付出了很多 只要妈在这个家 别人就别想欺负你 哎呀 如花嫂子 我这个人呀 嘴笨 说话不要直 再说啊 我和杨阳哥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呢 我们俩之间没有隔阂啊 是吧 杨阳哥 小蕊 我告诉你 燕子是小杨明媚正娶的妻子 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你上我们家来做客 你就应该有着 对主人最起码的尊重 妈 她是客人啊 苍蝇不定无风淡 你自己不干净 还在这强词夺理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没开院校 燕子没嫁给你之前 人家也是有事业 如花似玉的小姑娘 怎么 你现在 现在这不好那不好 她是为了谁 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你别忘了 是她用自己的青春 自己的梦想 自己的事业 帮你脱起整个家庭的责任 才换回你的成就 你有什么考虑的 要不是她有担当 辞职来照顾这个家 你觉着 你还能在这吃着 她买的干吃面和别人聊点 家里这不好那不好是吧 你给我出去 哎 老婆回来了 这位是 啊 这是 你就是燕子的老公吧 看起来比照片可要帅多了 哟 我们家来客人了 阿姨 你看起来真的好年轻 好漂亮啊 你俩看起来真的像亲姐妹一样 这孩子说话嘴真甜 不像燕子 一看就像五十多岁 你 你别生气 开玩笑的嘛 是啊 我们家燕子是显老 她整天在家里操持家务啊 不过 跟你相比 年轻多了 阿姨 好了好了 跟你开玩笑的 去坐吧 我去给你们倒茶啊 走 来 你的绿茶 谢谢阿姨 阿姨 你真是个好婆婆 连端茶倒水的小事 都替儿媳妇做了呢 没办法 山上府的儿媳妇 那么孝顺我呢 看出来了 这燕子平时没少花她老公的钱吧 就她手里吃这个焦糖饼干 就是在单位经常发给我们的那个 一看就不便宜 你是说的这个吧 来 你也吃一个 这可是我儿媳妇自己挣钱自己买的 不可能 就她那点工资 燕子 你也给佳佳找个对象 你看她天天闲的 对了佳佳 要不我给你教授个对象吧 不用了 追我的男人 从这里排到了法国 不像你 这老公都是盗追来的吧 我告诉你 你觉得这天天换对象就是优秀了 真正优秀的人呢 无论走到哪里 他身边站的都是同一个人 你知道吗 这破车才天天换轮胎呢 这野化才天天有人踩呢 阿姨 我可是燕子的闺蜜啊 这真的是闺蜜了 那刚才挑拨离间 恶与重伤 你怎么不说呀 我们将婚姻闺蜜 但不收垃圾 儿媳妇送客